台灣九合一選舉 藍綠陣營勢極轉 執政民進黨慘敗 台北市選情激烈 市長歐文哲險勝國民黨的丁守中成功連任 分析指今次的結果可能會衝擊蔡英文總統在2020年爭取的連任 另外香港立法會九龍西補選 由第一次參選獲建制派支持的陳凱恩勝出 發文就完全失去了分組點票的否決券 時事平台 星期日晚8點35分 我們一起討論這個議題 專長的第五名 武協會選手